哈囉大家好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兒 我們今天要來出外景了 我們來到桃園的石門水庫 終於來囉 好開心喔 因為之前都聽我媽講 她說他們之前約會什麼都會來這邊 然後一直說要帶我來 我們今天是要來吃火魚料理 我們買新一份的 但是不太簡單 為什麼 我們要在六個小時吃十二間 哇 包含拍攝時間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沒錯 大家知道拍一支影片要花多少時間嗎 然後還有一個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要用台語講菜 好好加油 好像你不用講一樣 我的台語就好了好不好 那不是菜名嗎 不是我們平常 欸你會說什麼 那些菜名不是我們平常會用到的吃 大家就等著看大兒出球吧 我們如果完成任務的話 我們完成才有車送我們回台北 失敗我們就是要自己什麼 就要自己保鏈回去 保鏈是什麼 走路回去 OMG 走路不是走路嗎 現在時間緊迫我們直接開始吧 好開始囉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 全門水戶浮華度假菜店 脆眼 螺旋 仙虛 他剛剛左邊跑去問這邊精靈 本名就是脆玉蘆筍鮮魚卷 這道菜真的是藝術 因為其實我剛有偷看到其他的招 做的都有拉到 蠻強的 拉到魚在哪裡 放眼望去 應該就在裡面吧 我覺得他長得有點像壽司耶 外面這個是竹參 好 菜味 這個竹參的口感很特別 就是脆脆的 然後你吃到裡面的時候是全部化開 魚肉跟紅蘿蔔 紅蘿蔔也是用煮的很肉 那我覺得他還好耶 紅蘿蔔脆脆 煮成脆脆的 然後配上魚 真有層次 欸我覺得竹上特色要先去吃 好好吃喔 他有一個玄機 他下面有東西 我要來挖他 他是蛋對不對 他是把蒸蛋放在最底下 然後上面再放一層勾芡 這個綠綠的是什麼 菠菜 他就是脆玉的那個 哦 你喜歡 你喜歡 這應該是台味菜嗎 對 他比較類似像那種精緻前菜的感覺 下面我覺得蠻清甜的 然後上來之後又有口感 是一個充滿驚喜的一道台味菜 其實我覺得我們有順序吃錯 我們應該要先吃這個蛋 對 其實我們吃得完 因為我怕就跟泡麵一樣 前面吃得開心 泡麵我就不行 你倒了你 我怕我再吃個蘆筍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們要趕下一家了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壘圓餐廳 時間上面有一點點的delay 你知道他剛剛拿上來的時候 我以為有一個醬汁大腸 我的媽呀 你在講什麼 醬汁是牛死 薑湯嗎 醬汁是薑湯嗎 他你在干擾我 薑死魚棚 對不對老師 是嗎 沒有人知道正確答案 沒有人知道 對囉 就跟我小時候印象中的火魚料理餐 你以為等一下會上了一整支 就是多了很多創意 對啊 像這套他們就是結合客家的特色 做人像漿屎大腸那樣 真的長得那麼大腸 哇 他口感很脆 我喜歡 一入口你真的會覺得是僵屎大腸 很明確的僵屎味 對 可是後面你就會發現魚的香味會出來 味道很像你只要吃魚 它不是邊邊海哪裡會的 像比較有蛋白的那樣子 像皮的味道 它很厚 它有厚度 那是什麼 反正就是 有人聽了懂大腸的迅速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因為我聽不懂 那我要吃吃看 這個 因為它雖然是同一盤 可是它長相太遠 它長相比較濃 我覺得它更脆耶 你是吃顏色比較深的嗎 對 他們都是魚泡 這邊的大姐非常熱心 它讓我們知道什麼叫魚泡 它拿一個深的魚泡油 它就是 讓魚可以浮起來的一個東西 器官 然後它剛剛有講就是 它其實是 還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尤其顏色 深的更多 真的假的 不知道 我狂吃 我一直這麼想耶 跌腹不是很好 我今天覺得我眼睹越來越睹 那不過啊 一隻魚就是這麼一個魚泡 對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 80條吧 沒有開玩笑的 登 我們現在來到 魚人活魚餐廳 大人呢 這裡啊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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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黑是不是 你終於出現了 你要打這邊 這麼近嗎 你要打很近 我到底怎麼吃東西 而且我已經讓你坐在窗邊了 頭 半 是 龜 魚片 頭版好難喔 西瓜魚仔 可以吧老闆 可以對不對 通過 那我們趕快來吃吧 好 頭版絲瓜魚片 我需要幫他證明一下 他剛剛這個絲瓜送來的時候 他還沒有軟嫩 加熱一陣子 為了要讓絲瓜跟魚的甜味融合在一起 我想先吃絲瓜欸 他還有湯汁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鮮甜的一道啊 魚很鮮 哇塞 哇塞 你喝他的湯 他的湯超厲害的 你可以放下來啦 要 為了大的臉要出現在這個畫面 我很怕它消失在我們幾個影片 因為它越來越暗了 這都超鮮美的耶 超鮮的耶 我知道 他絲瓜切這麼薄一定是 就是讓它短時間 可以讓它的甜味都出來 我遇到你好香喔 然後再配一口切什麼 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老闆娘非常貼心的 準備了鮮炒茶給我們 而且是那種原味的鮮炒茶 沒有加糖的 這個醬鍋 這就是鮮炒茶 好哇慢慢來品嘗 趕快吃完這一碗我們要趕快吃 讓我們現在趕新鮮嗎 真的很燙耶 趕快 我幫你先酒吧 好我們走囉 掰掰 走囉大家走囉 欸吳娜我想喝這個啦 再來到十元火魚餐廳 謝謝 不覺得剛剛有一件很像嗎 雷元 多兩個石 三個石跟一個石 怎麼了嗎 然後呢 然後就是同一個老闆 我要來挑戰 對你台語挑戰 老爹 NO 為什麼想講日文啊 NO 我的屁啊 老爹的魚 妳就說阿爸的魚好不好 可以這樣子嗎 老爹就是爸爸 所以不一定要指他 對 就我剛剛聽到的故事是這樣 故事是因為創辦人就是那個老爹 他們的女兒很想念爸爸做的料理 所以就把這道菜 爸爸做過的菜命名為老爹的原因 我覺得有點感動耶 就是一個思念的味道 我之後可能也可以就是研發一個阿嬤的飯 阿嬤喜歡吃什麼 阿嬤喜歡吃冰淇淋 應該都是酸菜 這道菜又簡稱酸菜油 我想要 你知道嗎 其實我剛剛是想要抱歉自己吃的 我知道 然後想說我要趕快吐過去 你要吐過來我該怎麼翻 我要建立一點暖男的形象 超香超香 爆炸香 你看 喔 你吃你吃 它油脂很豐富耶 很好吃耶 好好吃喔 剛剛有提到它是魚肚 魚肚搭酸菜 超喜歡它醬的 胡椒味 我覺得有點辣辣的味道 它很像一個菜 豬肚湯 胡椒豬肚湯的那個感覺 你知道魚都很多膠質嗎 所以它的湯就是煮到這樣子白白的 微微的小濃稠 我覺得它搭配的很好 你一般想像這種菜應該都會被酸菜味道壓過 但沒有我覺得很剛好 它那個魚肉的鮮味跟它那個油脂的豐富 然後在嘴巴裡面那個嘎嘴 它達到了完美的交融啊 容妝尋龍火魚餐廳 的 水滾 很龍魚 你有啥 我都帶 水滾很龍魚 對啊 我都帶過的 應該是 甜蜜的很龍魚 老闆 我們剛剛誰說的是對的 甜蜜很龍魚 水滾很龍魚 老闆無奈的 老闆無奈的看著我們 水煮尋龍魚 我剛剛才知道水煮就是船味的意思 那今天我們需要用鱘龍餐廳嗎? 下重版 下重版 鱘龍魚 你的營養價值很高 鱘龍魚 我一直以為我只會在電視上面看到它 我沒想到我今天看到你本人了 鱘龍 而且聽說它是用 沖水養殖 山泉水 欸好像啊這超像的啊 我的媽咪啊 我很喜歡這種不是水煮料的 超貴的 真貴的食物 開動 很有口感 跟一般想像中的水煮魚 放在這種鍋裡面這樣滾 你會覺得汗滾到那個十八爛 超入味的 像是肉片 有纖維 對 很紮實的一個肉質 因為它的營養價值真的是比我們剛剛吃的 像草叢魚 然後一般的魚 不知道風味 其實我來之前我問危機板科查一下 你看我那種奪謝者 在危機板科上面說的 他說鱘龍魚呢是魚類價值 營養價值裡面最高的那種鱘龍魚 老闆說營養價值比較高 就沒有人感受最高 而且他真的還說它是龍化成的 突然想到一首龍歌 遙遠移動 放有一條路 裡面還有客人 吃完之後年輕時水 我希望你吃到第十二間餐廳的時候 你整個年可以亮起好不好 欸我有點擔心我們會完成不了任務欸 我已經放棄了 不准我們趕快把它吃完 欸 小潮流水活魚餐廳 幾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不耐心 脂蘭魚真的不會 脂蘭魚餐廳 這個我放棄 這個超香 而且你看它的拆盤 對它剛上菜上來的時候我嚇歪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的是魚 會喔 魚皮 啊 太脆了吧 怎麼咬到那邊的時候口感不太一樣 麵皮應該是幹紅的比例有放不更高 它應該不是用全蛋 因為它那個香氣你吃得出來 而且你看這個顏色就知道了 這個蒜 你用看的就知道了 會不會做看這個時候就知道了 你看它的小羊肉串 羊肉串 羊肉串 很喜歡羊肉 這樣才叫小潮流水 我覺得它比較少 我說可能會小潮流水人家吧 然後我說後面不是接人家 我說後面接人家的不是小潮流水 欸它的泡菜是怎樣 所以我喜歡吃的那個黃金泡胎 就是它 那大概這樣很特別 風格 我覺得它們要分開吃 可是你們兩個都是很好吃的 好啦小潮流水 它真的有小潮流水喔 它要來就會發生了 欸我講出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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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來